晚三時間平交道 閃燈降下桿子 車輛紛紛停等 但卻有名單車男 完全不甩 硬闖平交道 把手抬高桿子 低著頭 鑽過去 接著繼續往前騎 就快要過平交道時 遭到左方自強號高速撞上 單車男當場死亡 警方獲報到場指揮交通 道路一度封閉 幾乎完全無法通行 大約一個多小時後 恢復村上 死亡意外發生在高雄岡山區 由於單車男身上 沒有身分證件 闖平交道原因還在釐清中 但是監視器影像曝光後 網友紛紛留言 這太恐怖了 為什麼堅持要過去呢 桿子都放下了一段時間 可能以為是有時間過去了吧 台北市同樣發生死亡車禍 安全帽被輪胎演爆 機車行駛在大同區 鑽車縫突然失控 擦撞左邊鑽用道的公車 騎車倒地被捲進車底 頭被輾過 當場死亡 駕駛難以注意之前做好 兩車並行之間距 民眾騎車趕著上下班 要保持安全距離 不要鑽車縫 也不要硬闖平交道 因為來的可能是高速列車 幾乎會完全來不及反應 容易發生 嚴重意外 記者金言中 王書宏 高雄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